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量子计算的另一个神奇之处在于量子纠缠 这是一种量子比特之间的神秘联系 无论它们相隔多元 改变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会立即影响到另一个 这就像是你和你的朋友在不同的城市 但你们的心灵感应总是那么准确 无论你们相隔多元 这些特性使得量子计算机在某些特定问题上具有巨大的潜力 例如 量子计算机可以在几秒钟内破解目前最降的加密算法 这对于信息安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它们也可以在化学模拟 药物设计和优化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 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万能的 它们目前仍处于实验阶段面临着许多技术挑战 比如量子比特的稳定性和纠错问题 这就像是你在学习骑自行车时总是需要保持平衡 否则就会摔倒 最后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量子计算的概念最早是由理查德 费曼 Richard Feynman提出的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还是一位充满幽默感的人 有一次 他在讲座中说 如果你认为你理解了量子力学 那么你就不理解量子力学 这句话至今仍让许多科学家感到困惑和启发 总结来说 量子计算是一个充满潜力和挑战的领域 它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计算方式 带来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 但在此之前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就像是我们在探索一个未知的宇宙 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和挑战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量子计算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大家能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 因为未来的世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脑机接口 思想控制 心灵交流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前卫 又充满科幻色彩的主题 脑机接口 这个技术不仅仅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现在已经逐渐成为现实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甚至可能改变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交流 首先 什么是脑机接口呢 简单来说 脑机接口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 是一种直接连接大脑和外部设备的技术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大脑的活动来控制电脑 机械臂 甚至是其他人的大脑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黑客帝国或者阿凡达 让我们先来看看脑机接口的应用 最早的脑机接口技术主要用于医疗领域 帮助那些因为疾病或事故而失去肢体功能的人 例如 脑机接口可以让瘫痪患者通过大脑信号来控制机械臂 重新获得一些日常生活的能力 这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 更是人类对生命尊严的尊重 然而 脑机接口的应用远不止于此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来进行思想交流 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你不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你的想法 只需要一个念头 对方就能明白你的意思 这样的交流方式不仅高效 而且避免了语言的误解 当然 这也意味着你再也不能隐藏你的秘密了 因为你的每一个念头都有可能被读取 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有一位科学家在进行脑机接口实验时 意外地读取到了同事的脑波信号 结果发现 同事正在想着午餐吃什么 而不是专心工作 这让他们笑得前仰后合 但也让他们意识到脑机接口的应用 需要非常谨慎 因为它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和伦理问题 再来谈谈脑机接口的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脑机接口 将会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 例如 教育领域可以通过脑机接口 来提升学习效率 让学生更快地掌握知识 娱乐领域可以让我们进入更加沉浸式的 虚拟现实世界 体验前所未有的感官刺激 然而脑机接口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是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毕竟我们不希望在使用脑机接口时出现意外 其次是伦理和法律问题 如何保护个人的隐私和权利 如何防止技术被滥用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总结来说 脑机接口是一项充满潜力的技术 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甚至改变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交流 然而 我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 也需要谨慎对待 确保技术的发展 符合伦理和法律的要求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脑机接口 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下次再见 记得带上你的脑波信号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编辑 定制生命 治愈疾病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基因编辑 这个基前言 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基因编辑技术 特别是Chris Bear 开酒 简直就像是科学界的魔法棒 让我们能够精确地修改DNA 这可是生命的蓝图啊 首先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你知道吗 Chris Bear 这个技术的灵感 其实来自于酸奶 是的 你莫听错 科学家们在研究乳酸菌 就是用来制作酸奶的那种细菌 时 发现这些细菌 有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可以对抗病毒的入侵 这种机制就是 Chris Bear 细菌会把病毒的DNA片段存储起来 当病毒再次入侵时 细菌就能够识别病 切割这些入侵者的DNA 这就像是细菌的记仇本 真是太聪明了 现在 科学家们把这种细菌的防御机制 改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基因编辑工具 Chris Bear 开酒 就像是一把分子剪刀 可以在特定的位置剪切DNA 然后我们可以插入 删除或修改基因 这让我们能够精确地定制生命 从治疗遗传疾病到改良农作物 应用范围广泛的令人惊叹 说到治疗疾病 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在一些遗传疾病的治疗中 展现了巨大的潜力 例如 镰刀型红血球贫血症 是一种由单一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 患者的红血球形状异常 导致血液循环问题和剧烈的疼痛 通过Chris Bear技术 科学家们可以修复这个突变基因 让患者的红血球恢复正常形状 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 当然 基因编辑也带来了一些 伦理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比如说 如果我们能够定制基因 纳膜是否会出现设计婴儿的情况 这些婴儿可能会被设计成 拥有特定的外貌 智力或体能 这样的未来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 但也引发了很多伦理讨论 我们需要谨慎地考虑 这些技术的应用 确保它们被用于造福人类 而不是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总的来说 基因编辑技术 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巨大的潜力 也需要我们谨慎对待 就像蜘蛛侠的叔叔说的那样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我们在享受这些技术 带来的便利和奇迹的同时 也要肩负起相应的责任 确保它们被正确地使用 希望这些分享 能让你对基因编辑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能感受到 这个领域的奇妙和挑战 科学的世界 总是充满了惊喜和未知 让我们一起期待 未来的更多发现吧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在科学的魔法世界里 漫游了一番 从量子计算的神奇重叠和纠缠 到脑机接口的超前思想交流 再到基因编辑的分子剪刀大法 每一个话题都让人目眩神迷 量子计算让我们看到了 未来计算机的无限潜能 尽管目前还在实验室里摔跟头 但一旦那天平稳地 骑上这辆科技自行车 我们的世界将会被重新定义 脑机接口则把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带到了现实 不仅能帮助瘫痪患者 重获生活能力 还可能让我们的思想交流 变得像发送短信一样简单 最后 基因编辑 技术让我们拿到了生命的蓝图 从治疗疾病到改良作物 这把分子剪刀 让我们对未来 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责任 然而 这些技术都不是万能的 它们每一个都面临着伦理 技术和法律的挑战 这让我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 也必须保持谨慎 确保它们对正确和负责的使用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科学旅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对这些前沿技术 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能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 因为未来的世界 可能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更加奇妙 欢迎大家参加讨论并提问 你对量子计算 脑机接口 或者基因编辑 有什么看法呢 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玩的问题 或是创新的点子 期待你们的分享和交流 下次再见 记得带上你的科学好奇心哦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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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